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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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发现你自从离开我这个位置之后就变得格外的浪了 放飞自我 自从你的蜜月回来之后呢 是不是穷得连衣服都结不太过了是吗 我要给大家这个 好好地解释一下 因为我穿成那样是 其实是想上山 好吧 你怎么开心 你怎么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黄色上衣比较怕 要配个红色的鞋子 穷 好 现在我们奥斯王给你们二位准个的礼物 那现在你手伸进去 然后拿出来以后啊 咬人吗 这个我不知道 千万不要让别人看到你拿的是什么东西 可以轻一点 轻一点 然后你跟他描述一下 对着镜头稍微描述一下 什么感觉 尖 尖的 圆的 圆 什么的 蛋吗 不知道 你拿出来以后偷偷地然后站到那边去就好 对 拿出来 不要让别人看到 这是啥 我不知道 好 我过去了 先去那边吧 哎呀 这个音乐来得相当及时 什么 他们有人说尖尖的 有人说那个 你小时好好的 你 很多吗 里面 黏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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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么快 小感气 黏糊糊的 是吗 你就应该黏糊糊了 好 看看现在还有谁来到现场 快点 进来 哇 这是美女 这是上一次组合 快来到这里 小芹这是你新找的女朋友吗 不要 不要乱说话 不要乱说话 求求你了 自从上一期 爆料的已经脱单之后 她的言行 都变得非常的端正 现实生活中 在台下是不是这样子 奥利奥 真的也如现在 站到这里一样吗 嗯 算是吧 算是 哎 就为什么大山这个问题 要问奥利奥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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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懂就好 大家懂就好 那既然我们的奥斯王 给我们所有人都准备的礼物 那接下来到你们俩来拿这个份礼物的时候了 对 手伸进去 然后拿轻轻的 然后拿一个出来 每个人都有份哦 那他们前面有人说黏黏的 然后有人说圆圆的 还有人说尖尖的 拿出来以后偷偷地放着 然后去那边站好 对对 偷偷地放着 去那边站好 对 干我了吗 干你了 是什么呢 可以描述一下是什么 里面摸起来的感觉是什么 长长的会动 长长的 好黏 黏 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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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哎呀 哎呀 哎呀哎呀 好长 哎哎哎哎哎哎哎 好好好 演得真妙去吧去吧 可怕了 我就看看一会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 我们快点邀请我们剩余的两位嘉宾来到现场 来最后来揭晓 来快进来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来自湖北一昌的余先生 然后我的论坛里叫余先生 董事会 哈喽大家好 我是Key 然后我的栏目是大水深版设计 挑战之前先来拿我们奥斯王今天分给你们两个礼物 是这边吗 对对对 Key先来吧 Key今天离得近 先来 对 拿好之后偷偷地藏好 你小心点 先拿 先拿 拿一个 拿一个 然后去那边站好就好 我也拿一个吗 对 也不知道里边装的有多少份 会不会给大山留个多余的 我摸到一个碗是啥玩意儿 碗 妈呀 谁 好 那奥斯王到底给大家发的礼物有何作用呢 你神尚有例外 亦我绝无生机 欢迎来到 Marski 我哨斯王 在箱子中 捏碎现在手中的鸡蛋 拿到生鸡蛋的嘉宾 站到蓝色区 拿到熟鸡蛋的嘉宾 站到红色区 好 现在我们的道具也在我们的面前 现在我就一个一个叫大家出来 用你们的一只手放到我们的道具箱里头 然后捏碎它 是放下吗 还是拿出来 放下就好 放下 放下就好 红色 熟的站到红色区域 使劲 使劲 如果不行 我熟的还是熟的 可以 这个感觉如何 特别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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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爆了 先站到我们的蓝色区域来 好 大家劲都好大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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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熟的 站到红色区域那边 你不真的很容易就捏色区域吗 熟的还是生的 我摸的是熟的 我能吃 哎呀 今天这种合法也没吃饱是吗 反正我换来换去 我觉得 感觉 感觉生的 有可能已经被你晃熟了 被我晃熟了 对有可能晃熟 例如像刚才的 三百的对 带毛都能给你变成熟 我大概知道是什么了 你自己找对吧 生的还是熟 你应该是 我是生的 生的是吗 因为我顺便捏了一把熟的是什么感觉 生的熟的 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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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的在哪儿呢 熟的 你的红队那边 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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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闻一下吗 对对对 这样一边来 最后一个我的 最后一个是你了 我直接吃了吧 你直接吃了什么 我这原来是熟的 还要捏吗 那你就在旁边 磕碎了 然后好像发现画人特别饿 你可以直接给它好了 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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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用什么煮的 我看怎么这鸡蛋还有点黄啊 应该是 溏心蛋吧 会不会是 等一下啊 别着急 对 哎呀 一口是一个呀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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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组已经产生 两支队伍 请各派出一位嘉宾 抢答我的问题 答队继续对战 对方更换队友 各位嘉宾 你们背负着全组的希望 一旦答错 全组队友遭受惩罚 现在 请派出两组的 第一位答题嘉宾 请听题 20世纪初 没有赞助商的赛车年代 赛车的颜色代表了车队的国籍 比如说法国为蓝色 美国为白色 英国为绿色 那么意大利的代表色是 红队 黄色 蓝队 红色 回答正确 好 红队将派出下一位挑战嘉宾 不要让我们有上来的机会 两个话车界的F4 之间的比拼是吗 哥 我会让着你的 好吧 请听题 德国的出租车 是什么颜色的 红队 蓝色 蓝队 黑色 红队 红色 回答正确 白色 白色 蓝队 蓝队 黄色 回答正确 哈哈哈哈 哇 这个颜色呀 哇 来 红队将派出谁 来挑战 我们放弃 哈哈哈哈 题目就太难了 挑战已经被吹懵了 大哥你让着我点 哈哈哈哈 请听题 春光灿烂猪八戒中 桃红饰演的小龙女 只要一哭就会怎样 红队 下雨 回答正确 回答正确 你去忙的忙我想知道 对对对对 哎哎 我是正确了吗 对对你正确 哈哈哈哈 这个只有老年人能能回答这个题目 我来了 麦克来 我来我来我来 我我我比较捏长一点 你这样烂着我 我比较年长一点 好开心 要尊老是吗 对啊 尊老爱幼 请提 中国著名的绕口令 八百标兵中 请问标兵怕什么 三 二 一 那我来提示一下 好 八百标兵奔北坡 泡兵并排北边跑 泡兵怕把标兵碰 标兵怕碰 泡兵 泡 泡兵 泡兵 好再来重复一遍 请听题 有动词注意动词 八百标兵奔北坡 泡兵并排北边跑 泡兵怕把标兵碰 碰标兵怕碰炮兵炮 蓝队 嗯 怕把 泡兵碰好像这样是吧 紅队 碰炮兵炮 耶 回答 对不起你 好 好蓝队行派出下一位挑战嘉宾 最烂瘦 我来挑战你 真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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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听题 马沙拉蒂 这个世界著名跑车的品牌 它的建设与发展 开始是由火车司机 罗德夫 马沙拉蒂和妻子 以及他们的多少个孩子创造的 好蓝队 你来 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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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队 三个 六个 蓝队 回答 我对了吗 对对了 你对了 遇见 来 红队请派出 好人 拿下他们 请听题 请问 第五套人民币 所有面值加起来 一共是多少 红队 183 188 蓝队 186 回答正前 太帅了 对钱都不敏感 没有两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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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块 没有两块 十块 没有两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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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来的两块 小乔 你最后的 最后的希望了 请听题 请问 汽车之家中 汽车 两个字的笔画 总数是 红队 十块 十块 蓝队 回答正确 好 恭喜 我不是故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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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乔回到队伍当中 恭喜 蓝队 所有球员 顺利晋级 好 恭喜你们 蓝队 全员获得 马路杀手的游戏资格 请进入游戏区 等待 好 不故意的 厉害厉害厉害 真是说厉害的 你们提醒的 你们提醒的 恭喜蓝队 最后由于先生 一比二直接碾压了对方 然后直接成功主题 获得我们马路杀手的 尤其这个 现在进入马路杀手 等待进入 你好 你好 现在你们需要投票选出 本环节 你认为表现不好的 一名玩家 他将失去本次马路杀手的 游戏资格 现在请虎队离场 准备投票 我要淘汰的人是浩然 浩然连多少钱都数不清楚 这个智商的话肯定不是特别高 所以我投浩然 我要投邱老板 为什么呢 我觉得让他 他从云南那么远的地方过来 挺累的 让他做休息游戏也挺好的 我投的话 我要投那个乔少爷 小乔在玩马路杀手的时候 他属于那种老谋深算型的 他一旦演示起来 就是很难发现他的破绽 所以说我不希望他能够在场上 我要把乔少爷投出去 我要投给邱一松邱老板 这个组呢都是因为那个酸酸素下来的是吧 但是我觉得他是唯一吃了鸡蛋的那个人 他至少智商应该在见 所以我觉得这个鸡蛋给他白吃了 所以我想投他下去 我之前谁坐的这个座位 那我投小乔 你说长那么高干嘛 我腿都够不着地儿 我投小乔 投票环节已经结束 现在我们五位选手都已经站到我的旁边 我现在想先邀请三位朋友站到我们面前来 你们觉得你们是成功晋级还是说被淘汰的 刚才的游戏满意吗 满意 为什么是我 因为你连钱都数不清 那肯定被淘汰 是吗 对啊 我觉得应该是300 所以是不是你投了他呀 我没有啊 我没有 那300呢你觉得 我觉得你看我 人处无害是吧 应该不会投我吧 哦 你还是投 你肯定投好的 没有没有没有 我 那你们到底投的是谁啊 我不知道 嗯 不知道是吗 好那恭喜你们三位 先直接进入我们的马路杀手 陆志环主 快去 游戏去吧 走了走了走了 那二位到面前来吧 我话也就不用多说了啊 大家都懂 对 二位当中会有一位 我要走了 淘汰 然后有一位 进入我们的录制环节 可惜呀 你们又是平跳 所以你们觉得是谁投了 呃 你们两个 我觉得他肯定投了我 我觉得他肯定投了我 那你们翠琳可好 翠琳可来决定 好 公平点啊 嗯 你看你是你先出石头 还你出锏 要不我们背对背吧 公平一点 行好 石头剪刀布 好 小乔 恭喜你 要离开了 发红包给我 第一次让你 发红包给我 发红包给你 好 那去吧 恭喜你邱一松 进入我们的马路杀手游戏 去吧 马路杀手游戏正式开始 欢迎各位来到马路杀手游戏的录制现场 恭喜各位通关斩将 然后来到了这里 能坐到这里 很不容易 为自己先鼓鼓掌好了 哎 我突然想啊 就是关于好人不是回来 假期回来之后 感觉他变了不少 富态了不少 我想问问大家在假期的时候 一般都会做什么呀 拍车对吗 拍车 对拍车 那这边的男孩子 你们一般会在假期 会选择做什么 吃和睡 堵车 啥 吃和睡 吃和睡 是堵车 你为什么堵车 嗯 为什么 堵在高速山啊 哦 你去街女朋友 堵在街女朋友的高速山 对吗 明白了明白了 我猜300肯定去做一件事情 相信 为什么躺着到这种枪呢 真的想啊 你替我 想出来 已经想了 那凭了这么多 现在我们的卡牌 已经都在大家的桌子上 我们依次开始 请看牌 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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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黑 醒 闭眼 照市者请睁眼 照市者请睁眼 照市者请撞人 照市者请闭眼 保险 保险员请睁眼 保险员请睁眼 今天晚上你要查验的行车记录仪式 今天晚上你要查验的行车记录仪式 你没有听着 30分钟 注意别把灵动画 plastic 我 Cooper 让我们来 谢谢 重点查六号 他老是针对我 还有二号 六号二号 好 护士请带走 好坏 小哥哥我们走吧 就是你 这游戏没法玩了 都针对我 他们谁是那个 六号是 但是九号 定一个体验要壮丽的 所以我点名给你 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的发言时间 从九号玩家开始发言 有一丢丢小 小紧张 因为突然从我旁边 本来是有人的 突然变成没人了 我好好的紧张 我怕下一个就是我 对这强调一下 我是好人 下一个 在这里我是一个好人的身份 然后前面信息也不是很明了 然后听下面的怎么说吧 我冷静地分析了一下 八号玩家 他在临走的时候 透露了两个信息 他到底是以造势者的身份 来让告诉他的身份下 伙伴要注意我六号 跟二号这两位好的玩家 针对我们去攻击 还是他是以好人的身份 去告诉 但他如果说以好人 他应该会透露出来 自己是什么身份的 对不对 如果他是好人的话 临走的时候 他一定会说 我是好人 那好人就要注意 二号和六号 对吧 他没有说他是好人的情况下 他居然直接会透露 要记住我二号跟六号 那给我的感觉 要告诉自己的这个造势者队友 要干掉这两个人 对吧 我可以这么理解吧 这是一方面 然后另外一方面 从九号的发言来说 怎么说呢 我还是比较相应他这个好人 因为我也这个好人 我可以从这种感觉上来 感觉出来 然后在上 我记得在上一季的时候 二号玩家当时就是Key 就是现在的八号玩家 他就是玩了一个反套路的结果 没有成功的 所以我估计 他还是有可能存在 自杀 前面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后面的话 后面各位的发言 如果发言存在问题的情况下 我肯定会做出明确的判断 我觉得呢 就二号的问题最大 因为他一直在重复说 八号在使用之前的套路 那既然你都在怀疑 是八号在使用之前的套路 那可能你跟他在 就是在为他辩护 我觉得你的嫌疑是最大的 我一直在观察三百 但是这次三百和往常不一样 三百不再是那种紧张 拘束不安 而是他好像给我的感觉就是 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 就那样的感觉 别人我不敢轻易判断 因为我也很水 但我可以断定 我这个同行 他是个好人 从九号玩家先发言的时候 我还是比较相信他的 然后一号玩家三百 他就是在说话的时候 一直在晃 然后说完之后停了 之前游戏中他坐我边上 然后每回都能看到他的眼神 但是他就是并没有说太多 他就一直在晃 没太看出来 他到底有没有问题 但二号玩家的话我就觉得特别肯定他有问题 因为他是就是车轱话来回说 就一会说这一会说那个 所以让我觉得很有问题 其他的三号和四号玩家现在还看不出来 然后我后面的玩家还没发言 所以我现在不表态 那个我就觉得第一轮信息量还是比较少 就是K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 注意我给你二号吗 我承认我每次都针对他 就是因为第一局的时候 他的那个那个萌的状态 把我们骗得真是他的事 包括上一轮的时候 我确实也是在针对他 包括这一次我还是在针对他 因为他上一局的话 也是在这种这种就是 他因为他后来说了嘛 到最后他说想自杀 然后让那个保险去救他 我觉得他是顾忌重演 因为他可能运气特别被这几次 都是在抓到一个肇事者的牌 但是他丢了一个包给我 我只想说我是一个好人 一个有身份的人 我刚才回想一下 他们说三百 说三百一直在动 其实我感觉可能三百在换党 但是因为马力不足 实质感太强烈了 一直没换上去 就是三百没有身份 也就没有动力 所以我觉得还是OK的 然后我觉得是二号有问题 就全场只有二号在用逻辑 或者说试图去引导舆论的方向 我们一直相信死者为大 对吧 二号也分起来两个可能 一个是可以说二号和五号有问题 那有可能他们两个 他们三个都是肇事者 然后第二个可能就是 他确实有一些信息 他是目击者 六号 就是说我没有那么强的求生欲 可是二号的余先生 有非常强的求生欲 所以我觉得死者为大 不管怎么样 先把二号送走 而且最重要的是 一轮发言下来 那走掉一个人证明保险还在 那么也就说明 我们还能救一个人 但是我想要提醒大家的是 我们明天 就是今天晚上在黑的时候 目击者亮起来 不要再暴露了 因为你暴露 其实对于我们是比较 就是吃亏的 在场每一个人都是走失步 包括有身份的人 两排 一二三四五 你是二号六 六票 二号玩家六票 五号玩家一票 二号玩家被带走 请留一言 我报身份 我没有机会救自己了 我是故意不救八号的 很简单 因为我真的相信他是制造的 然后另外一方面 五号是铁定的 一个造势者 因为他非常的针对我 他保他的八号 那个造势者的一个身份 五号 首先如果对了我出去 先把我推走 七号玩家一直是脚屎棍 所以你们自己看着搞 想推推不想推不推 好吧 然后我自己给保演员 好不好 人生天风 不亏不亏 来小龟我们走吧 好的好的好的 不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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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亏是吗不亏 值得值得 值得值得的 不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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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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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坑了 真的太坑了 太坑了 我没想到 六号就是肇事者 六号是肇事者 怎么是六号呢 我都走的时候都说 他肯定真的有肇事 有育事啊 对 一样 保险员是否要验车 请选择查验人员 确认吗 保险员请闭眼 目击者请睁眼 今天晚上你要选择查验的行车记录仪式 这个是好人 这个是坏人 他的身份是 目击者请闭眼 天亮了 昨天晚上不是平安夜 昨天晚上三号玩家被带走 没有语言 请发动技能 是否发动技能 带7号走对吗 好请发动技能 7号玩家被带走没有语言 故事请带走 游戏重要啊 小姐 我想走是如果我自己走的话 有两个故事小姐姐 我会带走 如果你要我带走的话 一人一个 先带我 先带我 亏了呀 哎 走吧 太亏了 好 会带走 我这拨太亏了 本来是两个小姐姐 就都说了 亏了呀 大姐的都很好吃 亏了 我就看你们一个一个都在嚼食 好人才好人 坏人也在才 这个5号和6号是什么 6 9 4 6 9 4 对 6 9 4 这个坏人 6 9 4号 4号是小琴嘛 小琴很好吃 我去 整个演技快乐 不是 大哥他特别像坏人 我 他 我哪里像坏人 他特别像坏人 不是 他只是发言不好 真的是纯属发言不好 就你自己把自己拍 7号玩家开始发言 我觉得7号应该是个好人 3号被带下去的肯定也是个好人 那现在 我不知道现在场上还有几个造势者 如果8号真的是造势者的话 最起码还有两个造势者在场上 我反正是个好人身份 然后就听你们的吧 我 1 2 3 4 5 只有5个人了 事后事换 我也分不清楚 我只能真的是滑水了 在里面浑水摸鱼了 我觉得我边上两个肯定有一个是 但是就是我对面9号和1号玩家 现在 因为我始终都相信9号玩家吧 然后1号玩家的话 挺好 然后 所以我现在比较怀疑我两边的 因为2号玩家说要杀掉7号玩家的时候 然后4号玩家就一直特别的激动 然后各种表情和肢体都在动 所以我觉得他是引导我们去杀掉2号 因为我也说2号话多 然后大家都说2号有问题 所以他也是表现的就是2号话多 我没有投2号 是你没投 但是你一直在引导我们去投2号 所以我们所有人都在投2号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他俩都是 有可能他俩其中一个是 6号玩家是 看着就像 所以我还是觉得他俩都有可能 但是如果投一个的话 一会再选一下 我现在报身份了 我是预言家 你看错了 我第一晚查的小秦老师 他是一个肇事者 我第二晚查的张萍 他也是一个肇事者 你判到很对 只是说你在想我的这个身份是想错了的 他是肇事者 他也是肇事者 然后现在这个局面其实已经很明朗了 就是其实好人再走一个 咱们已经输了 好像再走一个就就已经结果就已经出来了 我觉得现在再怎么变莫有参买无力吧 我实在也不下去了 我一直都是好人呀 你知道吗 但是在这一局我居然拿到了一个坏人牌 我很生气你知道 我实在也不下去 不是我觉得大家没投票 我们把1号盖掉 我就赢了 什么都不用说了 跳出了 那发言已经结束了 我们现在开始请投票 看你是个女的 主要是让他5号让他留的 让他好好感受一下 让他了解一下 让你感受到绝望 一号玩家被带走 没有一眼 游戏结束 请在第二现场的所有朋友返回现场 恭喜所有的肇事者是4号6号和9号赢得了我们本局的胜利 而好人证明这一次失败了 来接受我们的惩罚吧 那这一局我看4号和6号9号虽然说演得不咋地 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们竟然能让整一局能翻盘过来 我觉得是这样 我想说一下 就是其实跟在路上开车的道理是一样的 为什么 虽然肇事者在身边你并不能察觉 但是更多时候是因为互相之间的猜疑 或者说互相之间的抢 然后导致这个问题 尤其是像路怒正 大家千万不要学 他对我说 带走我是因为我受他笑 你受啥笑 你受你打电 你受你打电 你对我笑什么 所以可以在路上的时候很多的一些问题 或者说是一些交通事故 真的是源于这样一些小小的矛盾 这有可能是无心的 但最后引成了很严重的交通事故 希望我们各位在路上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安全 切勿不要去做怒怒狂 就像我们的3号一样 对本节的游戏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 如果说想要参与马路杀手的可以登陆 是一个这家论坛搜索 马路杀手综艺典 期待你的参与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